阳光直射太阳能板转化能量 校园走道的电灯也改用LED 全校性的用电及时电力监控系统 关闭空堂的教室电源 一年省下近7万度的用电 学校一共有76盏的太阳能灯 到了晚上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放电 供给电灯来使用 慈济科技大学在校园铺设连锁砖 保留大片草地 每年师生也会进行植树 打造会呼吸的校园 各栋建筑物的生活废水 也集中运输到污水处理厂 让废水污泥再利用率达到百分之百 除了硬体设备的节能 学校也落实大学社会责任实践计划 带领学生协助农民栽种 农产加工开发与行销 提升农业经济同时 推广原始又不伤害土地的方式 让大自然生生不息 环保的话其实就是对气候边界 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影响的因素 所以我们希望说 大家都能从环保上面去改变 这个整个大气的一个气候的不正常 最特别的是学生餐厅推动 如速减碳落实清净在源头 统计2018年减少约15万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他们就在生活在这种环境 这种氛围之下 慢慢的他在以前一幕话里面 他就会落实在他以后的日常生活里面 学校师生响应环保 校园资源回收率也高达百分之五十四 定期举办二手教科书和二手脚踏车的回收义卖 让环保概念融入生活中 人人习福习物更爱习资源 大爱新闻限运商务国家邓明怡 欢迎报道